老徐开讲 开讲啦老徐 老徐来报道啦 大家好 上一集的节目中呢 我们曾经聊过 明朝末年的刘寇张献忠啊 他其实不是我们概念中的那种 很凶狠的杀人魔 但是呢 回顾他这个一生啊 你说他没有杀人呢 也是不可能的事情啊 因为你在起义的过程当中 你肯定会杀人 可能杀个数万人还是有的 但是没有像清朝编秀的明史那样子 就是说他光是在四川一地啊 就杀了六万万人之多 那么去那么夸张 那么去基本上就在抹黑他的一个数字啊 但是呢 我们要知道 在张献忠杀人的过程当中呢 我相信他是绝少去 针对去杀那些 无辜的平民百姓 为什么 因为他自己的部队里面 农民军里面呢 主干股就是那些平民百姓 所以他不可能去摧毁自己的主干股嘛 但他杀人的对象呢 其实还是有选择的 他主要是哪些人呢 比方说 第一个像 士生人 士生 士生阶级 第二个 土豪 再来呢 其实也是最重要的 就是诸家皇室 为什么我要强调诸家皇室呢 因为啊 这个就必须要在 藏献忠他之前啊 再往前退三百年的一个渊源 就也就说在朱元璋刚刚打下了大明江山的时候呢 当时的朱元璋心里在想啊 他说啊 老师好不容易打下了这个江山啊 我怎么样可以让我的 诸家的子孙呢 生生世世 千秋万代能够统治这个江山 所以他就想到了一个法子 一个方法 但现在来看就是一个收主义啊 什么法子呢 他就说啊 只要你是诸家子孙 你知道一出生啊 你就可以享有国家的俸禄 就是你根本不用做事情 就是国家来包养你 同时呢 还给你封地 让你去当一个小的一个繁王 或者地方王哦 所以就让你有土地也有钱 什么工作都不用做 那这就是所谓明朝 从明太祖留下来的一个叫祖制 那到了1403年的时候呢 1403年那一年呢 就是有一个繁王 就是燕王朱里呢 他把那个建成帝皇帝 建成帝给赶走了 他自己又当上了皇帝 就是后来的明成祖 那他当上皇帝之后呢 他就想说 因为他自己也是繁王出身的 所以他不想让历史重演 他怕其他的繁王啊 有样学样 然后去模仿他 然后把自己也赶跑 那这皇帝位置 岂不就是坐不住了吗 所以他就把这个明太祖留下来的这个组织呢 做了一个改动 什么改动呢 就是只要你是祖家子孙的话呢 一样国家一样包押你 但是你不可以有政治的参政权 也不可以有兵权 就是这些你都不能有 但是基本上要吃要喝要拿全部都随你 反正就是大名的老百姓在攻押你就是了 那在这个祖制的制度之下呢 在这个祖家皇室他的福利有哪些呢 比方说像一个祖家皇室 你知道一出生啊 你满十岁之后呢 你就开始有爵位了 而且有俸禄 也就是说即便你是一个最低的一个爵位呢 你的封路大概年封路有多少呢 就是年收入有多少呢 大米两百蛋 那当时明朝的算那个你的封路 大概是以大米来算嘛 大米两百蛋 这是什么一个概念呢 我们来一个对照 当时明朝的一个县令啊 他的年封路啊是九十蛋 也就是说呢 一个县令县太爷 做死做活年收入九十蛋 还不如一个十岁的祖家皇室 他的两百蛋 他至少都有两百蛋 就个最低的爵位 还不到你的一半 同时呢 这批祖家子孙呢 他只要一出生满十岁之后呢 同时啊 不只是你可以包吃包喝包住 同时国家还给你分房 还有你的婚上假许啊 也全部都是由国家买单 其实也就是大米老百姓买单的意思啊 所以当时啊 有一个庆城王 在山西有一个庆城王 他就琢磨出一个发财之道 什么发财之道呢 生育 生能生就生 生多少算多少 所以啊导致一件事情发生 1492年的时候呢 在山西这个庆城府的这个温木王呢 他叫朱中义 这个朱中义呢 他啊 生了第九十四个儿子 当这个消息呢 传到北京啊 紫禁城这个名校中的朱佑唐 他耳朵里面呢 这个名校中啊 吓了一大跳 当时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朱中义呢 他的儿子是第九十四个儿子嘛 但是你知道他的孙辈有多少呢 163人 他的正孙辈呢 有510人 那加起来呢 多少人呢 这个数字非常好听 叫767 767人 767人 如果你把他的女眷啊 就是妻妾算进去的话 超过一千人 他整个亲王府啊 超过一千人 那朱中义啊 还不是最厉害 他儿子更厉害 他才不过九十四位 他的儿子 他过世之后呢 他的儿子朱祁申 洗了他的爵位嘛 就继承他的爵位 结果他的儿子 生的儿子更多 超过一百个 真的是非常之恐怖 所以你想想看 这个庆城王 他只是一个一个缩影而已 你就知道 他们这些皇族啊 吃皇粮啊 他吃得多么厉害 到了明朝中期的时候呢 基本上明朝的国库 已经开始已经亏空了 已经开始产生赤字了 而且赤字也越来越严重 那到了明朝末年的时候呢 这些住家皇孙呢 皇族呢 他其实啊 有些人还更过分 更过分 怎么样呢 就说 你生下来 已经有私有喝 有助有拿了 你不用工作 竟然还不满足 他还勾结一些黑势力 去鱼肉 乡里 去鱼肉百姓 这是非常之过分 让百姓啊 苦不堪言 当然我也看到 有历史学者 替有些部分的诸家子孙 去报复品 说比方说有些诸家子孙是封道 比如像肯是在甘肃啊 新疆一带的这些诸家子孙 因为那个土地没有那么好嘛 就比较平静 那那些所收获的一些稻米啊 或者一些粮食啊 就比较少 百姓纳税的少 那皇室就变得很穷嘛 所以曾经有一个皇室呢 他上书到那个北京的紫禁城 给皇上 说希望能够让他们做一点小买卖 但是皇帝呢 就觉得说 因为这是主治 就是你们 你们就是有国家来养你了 其实也就是当地百姓来养你 所以啊 你不可以去与民争利 去不可以去做小生意 你哪怕你去要饭都可以 所以也弄得他很无奈 那这个学者举这个历史 就说其实诸家皇室 也不是都是很坏 是没有错啦 这点其实我也完全同意啊 但你要知道 你一百个诸家子孙里面有 比方说是九十九个 有九十个是坏蛋 其中十个是过得很穷的话 老百姓感受到是那十个很穷的 还是那九十个大坏蛋 当然是那九十个大坏蛋嘛 所以基本上老百姓啊 对这些诸家皇室 其实一直都没有好感 所以导致明朝末年流寇 比如说不管是张献忠 还有李志诚也好 他们一起来之后呢 你看他们彼此也没有互通生息 甚至他们本身还有一些在 有点在勾心斗角 还互相在 有一种竞争的态势在 但是他们 他们都有一种共同的目标 就是什么 去杀诸家子孙 杀多少算多少 就杀杀杀杀就是张献忠的气杀师啦 所以你看在1644年的时候 你知道那个李志诚啊 他在攻陷了那个山西的 庆城王府的时候呢 你知道他攻占了三西之后呢 他第一件事情 除了把他把庆城王府里面呢 那些金山衣山全部拿出来 抄出来之后呢 抄家之后呢 还把这些去分给自己的部队 又同时又分给老百姓之后呢 竟然还有圣的 抄家之后还要灭族 把庆城王府里面一千多个 这些住家子孙 基本上就杀了一个金光 那所以呢 有些住家子孙姓存 他就跑到一些深山老林里面 去隐姓埋名 甚至也把姓都改了 因为他怕要是被人家知道你姓朱 就把你给杀掉 所以就想办法去 反正就是过得非常之 很苟且的那种感觉 就是其实很惨的 那看南方的这个张献忠 又是怎么样呢 在张献忠这边呢 我们知道张献忠啊 他在打那个湖广那一带到四川 他在打四川之前 是先打下午餐嘛 前一年打下午餐 他当他的大军压进 避进那个武昌的时候呢 当时的武昌的守城的一些官员啊 武昌的一些官员啊 他跑去找驻守在当地的一个住家子孙 也就是楚王朱华奎 去拜托他 哎楚王啊拜托拜托你 可不可以捐出一点你家的一些钱财 来帮助我们建立我们的军队 去买武器 买粮草 能够去抵抗那些流寇 你知道当时朱华奎听了之后呢 他怎么说呢 他摸了一个胡子 哦这样子嘛 好好好 来人啊 到我的房间里面啊 去把那张椅子拿出来 什么椅子呢 那张椅子是裹金的 还不是纯金的哦 裹金的椅子 据说是从朱元璋流传下来的 一个算是 算是 算是 加重的一个流传品啊 算是应该是蛮珍贵的啊 看起来应该是蛮珍贵 朱华奎就跟武昌的官员派来的人说呢 你就把这张椅子啊 拿去变卖了 拿去去去买一些粮草吧 那我就这么多了 其他的没有 根本就是一毛不拔 所以呢 到到后来朱县 那个藏县中呢 他把武昌攻下来之后呢 他抓了朱华奎之后呢 就把他家里啊 也是金山银山啊 抄了个遍 抄了遍之后呢 然后也是把把那些钱啊 全部发给那些老百姓 给自己的部队 也都还有剩 那同时呢 就把朱华奎呢 丢到长江去喂鱼 你知道 所以到明朝末年的时候啊 这些朱家子孙啊 这些因为他们没有那种 存亡此寒的观念 反正我已经有了钱 反正我就 反正他就想到说 我是朱家子孙 我生下来 吃喝玩乐 是我应尽的义务 那是我的工作 那至于打仗呢 去打仗线中 打流扣呢 干我屁事啊 那是你家的事情 不是我的事情啊 所以因为他们没有这种 存亡此寒的观念 所以导致明朝末年啊 真的是兵败如山倒 所以啊 其实也是 我想到明朝会造成 那么悲惨的结局 你知道后来到清朝 清朝初年的时候 有些 没有杀光的一些朱家子孙啊 在清朝初年的时候啊 后来有人被通报 找到了之后呢 还被皇帝当场临死促死 只要知道你 你确实证明了 你是朱家子孙的话 就把你临死促死 很多这种情况 其实是很惨很惨的 但我后来又想啊 想到张献忠 我就想到一个很奇怪的地方 我想提出来跟大家分享 刚刚不是聊过吗 就是这批刘寇出来 他们对朱家的子孙 是非常的反感嘛 所以拼命要杀朱家的子孙嘛 但是还记不记得 我们曾经聊过 张献忠他在过世之前呢 在临终之前呢 曾经招来他四个意志 就是李定国 孙可望 刘文秀跟爱能奇 那祖父他们什么呢 他说 如果我死之后呢 你们要归顺朝廷 这个让我有点起疑 为什么呢 因为他既然那么 讨厌朱家皇室的话 为什么在临终之前 还要让他的子孙去归顺 那时候已经明朝已经灭亡了 那个崇祯皇帝已经上吊自杀了 就是南明小朝廷 为什么还会去归顺南明小朝廷呢 因为南明小朝廷的成立 也都是那些朱家子孙所成立的呢 对不对 所以我后来想了半天 我就琢磨出一个可能的答案 就是说毕竟啊 不管是南明小朝廷也好 流寇也好 他们即便你流寇 要建立你自己的政府 你首先啊 你要面对的也是一样 满清 满清的军队嘛 因为满清对他们来讲 也是外族嘛 对不对 所以在葬献中 摆在葬献中的眼前呢 只有两条路 第一个就是 你是要拒绝外族呢 还是要拒绝同为汉族的朱家 就是南明小朝廷 那我在想啊 他在这两个抉择 两个选项 这个两个option中间呢 他最后的选择就是说 我宁可选择去拒绝满清这个外族 所以他才会造成一个 这样一个结果 最后让他的四个义旨 在他死之后呢 去归顺南明的小朝廷 这是我的一个看法 我想就跟大家分享 不知道你是不是同意 那今天我们节目就聊到这个地方 如果你对我们节目 感到有兴趣的话 请记得按订阅点赞 并且如果你对我的节目内容 有一些看法 或者有不同的意见 也不妨在我们 这个荧幕底下 这个下方的留言区啊 留言让我们知道一下 好吧 今天我们聊到这边 今天我们聊到这边